真敢换,黄马主帅76分钟就换下他,其达内都不敢这么操作,黄马丢掉新赛季首作冠军,一方面源于球队失去C罗之后缺乏终结者和核心领袖,另外一面主帅洛佩特吉,似乎,对马静的了解还不够彻底,尤其是后面这一因素,应该是导致黄马丢贯的最大因素。 在比赛进行到的76分钟时,黄马凭借拉莫斯的点球将比分力转为2比1,这时候洛佩特吉的换人成了败比,比赛第76分钟,洛佩特吉竟然用塞瓦洛斯,换下了卡塞米罗,这是有多大的胆儿,要知道卡塞米罗在奇达内时期可是绝对的中后场核心,除非是受伤或者他不想踢了,不然奇达内时绝对不敢轻易将他换下, 若在黄马还不足以体现出卡塞米罗有多重要,那么看看今年的世界杯吧。 巴西队因为卡塞米罗的受伤,在与比利时的四分之一决赛时,遭到了极大的打击,最终巴西队遭淘汰。 主帅蒂特亲自承认,卡塞米罗的受伤,对球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,卡塞米罗在场上的作用非常明显,不仅可以拦截马进的反击和推进速度,还能极大的限制马进的前场空间。 在洛佩特即将其换下仅仅三分钟,马进就取得进球,而进入道家实赛,黄马的后场一度被马进压制的喘不过气来。 科斯塔生吃拉莫斯,此前两人还有说有效的光靠拉莫斯在后场,显然吃不开,一个科斯塔就足够让拉莫斯头疼,而卡塞米罗如果在场,他可以起到缓冲作用,削弱马进对拉莫斯的冲击力度。 但很显然,洛佩特即对卡塞米罗的认知还不够全面,在黄马被斑平底分后,镜头给到卡塞米罗时,他也只能摇摇头,爱莫能住。